各位 學員 我應該要改名稱 各位民政務的總將官 大家午早 大家好 今天會補三點半以後 你回去 你的新聞就不一樣 你的新聞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務的 不是總軍 就是我們的官員 那是一定的 絕對不一定 在這個地方 我要告訴我們所有人 再說一次 七月初一 拜一 七月初一 下下禮拜的禮拜一 七月初一 自由時報A7 我們要訂一個公告 那天的報紙 你如果有提到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來做解釋 有時候你用嘴 有困難嘛 對不對 甚至會給我媽說你笑的 你笑的 你說我拿報紙給你看 你今天回去 你如果剛才朋友 七月初一 自由時報 會第七半 有半半 你去看看 我們剛才開始的馬官條一直到現在 一條一條把牌子清清楚楚 他就了解 當時跟我們的訴求說 我們的訴求就是 今天台灣這個土地的法律地位 就是日本天皇的所有 就是由美國軍事政府來占領 這樣也有行動 我們的行動就是 八月十二到八月十六 我們要去跟日本天皇 以前的天皇到現在的天皇 跟他們走進去 現在的天皇就是 十二月二三 他的生日 八月十二到十人 我們先跟明珠天皇 明珠天皇 跟趙和天皇 接下去 要去參加政國神社的年度 的秋季的大祭典 這個日本的全國神圈裡面 有三萬九千一百名 的台灣的英靈在裡面 所以有時候想想 讓這個中華民國統帝很少 和你死 他就不可以拜 這就是日本天皇 他建政四一了 你的英靈最無敵 這個政國神社 鄉修他的憲罪 憲罪了 所以有很多人也在說 怎麼說呢 你把中國民國做的事情 動作像是本首 四一像是北四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人過期就這樣 我們台灣人很少的個性 在日本的第三人的行政中間 那個歐多神輩 厚騰欣平 他說得很清楚 台灣人三個得點 當然不是跟台灣人 全世界人都一樣 三個得點就是 要錢 怕死 要做歌 但是我今天呢 要拜託我們這些台灣人 你一定要做歌 因為你如果沒有做歌 我們台灣人的後代會很慘 所以我要求 我們所有台灣人 一定要自告奮詠出來做歌 但是你做歌 沒有要求你犧牲生生命 再說一次 像是習近平 六個趁白 回到中國 跟廣東日報的解放報 他說什麼 他說中國要發電 沒有要犧牲個人的 任何人的生命 他說這幾個說出來 可憐這邊的 歐巴馬跟習近平 已經妥協 妥協什麼 他們這兩個國家 都要照國際法來走 各位 我們就是要照國際法來走 我們就是二兩千塊 六年十月二時 控告美國 就是要要求美國 照國際法來走這條路 走這條路 不用用武力 不用用博力 不用跟中華民眾 抓機關 都不必了 所以有時候想說 像吳博雄最近代表中國國民黨 去跟共產黨在簽約什麼協議 你放心 那不是代表台灣 然後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 是證明你是中華民國人 你是中國人 這樣你當然要去煩惱 你如果台灣人 就都不用煩惱 其實美國有幾十次的措施 已經跟我們台灣人 還不是民視幾十次 台灣人看不見 1972年 上海公報 上海公報說什麼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都認定 都認同認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 合法代表中國 最好 憑惑惑惑惑什麼意思 聽到 得知 不是認知 不是承認 得知 她聽到 再說一次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都認同 還是承認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的合法中国 我请问各位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台湾人 对吗 人家有你公理 有吗 没有啊 没有公理啊 所以上海国没有你烦恼什么 是那些中国人 还是在台湾的中国人要去烦恼 我们没有 不是在上海公报所说的 我说一次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我们是台湾人和中国怎么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中华民国国民是文庄 不好意思你就中国人 还是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你是中国人 这样有清楚吗 这是怎么美国说好 我收款美国君事政府收款给你们 台湾民政府 可以来发放台湾政府的公民身份证 这个身份证不是台北人的 这边有你吐槽的欧白跟我们说 说那个新闻情是我们家的老家的印刷匠 有人相信证 说这种有人相信 你看到的气势 那后面有晶片证 只有晶片的公司就好 只要做那个晶片要拿几十英 我们哪有几十英文去开 更何况 内地的晶片 内地的资料 是美国国人的 所以再说一次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我们台湾人无关系 所以1979年 美中美国和中国的声明 跟建交公报 建交公报同样 他内地用台湾人 用什么 Beeple of Taiwan 奔吐台湾人 带来去817公报 美国的817公报 这三个公报里面 所说的 都是代表中国人的意思 美国人的意思都没表现 所以很清楚 再来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布一个叫做什么 反分裂主义 反分裂法 跟台湾人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那个反分裂是反分裂什么 新疆啦 那个威武的族啦 还是那个西中啦 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跟你台湾人没有关系啦 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 你若要夹理在中华民国 你会疼 我就没骗 所以等到我们接掌政权 这个两年到一年的中间 你若说你没有外申分证 我们一定将你动作 中国人看待 如果中国人看待要怎么 现在让你两年的收费 你能不能赡费 回中国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了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美国与参应 他们在福建的一个所谓平坛 在那个所谓的设定 你若说离开台湾 可以去平坛 如果有一个平坛的请你下去 我带你住门 去台灣人你怎麼去平壇要做 人平壇他現在幫你優待 聽說去平壇的人說一國有幾萬塊而已 以前台中地區聽說有人在說 你有聽到這種小學你拿去嗎 有啊 你有聽到嗎 哪個 中國人才有啊 不好意思 你台灣人是中華民國的護照 還是中華民國國民生也是中國人 你也去領啊 所以我跟你說 我說麻年啦 你看看 麻年的上半年中間那些 台灣一定會徹底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國旗班上山 我只要跟你們要求一件事 拜託你們在家裡準備兩支機子 一支是我們台灣民政的機子 另外一支是美國的軍事政府占領機 美軍如果進來拜託 你們都尤其我們的學員 都一定要把他們懷念對不對 那些兩個機子炒出來 一樣 你不能說我們的機子你用鐵膏 美國機子不能用鐵膏你都知道 但是我們的機子你也不能用鐵膏呢 用旗桿啊 好嗎 不能用鐵膏啊 台灣人很喜歡用鐵膏啊 所以我們在初級班的時候 初級班的有嗎 初級班的那個 那些 都送美國國旗給你有嗎 有鐵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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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鐵膏嗎 沒有鐵膏就對了 如果鐵膏可以來玩嗎 不用錢的 一支換一支給你 你很怕它擲啦 你不要怕啦 擲啦 三支美國機三支嗎 我們的機子 抱歉 我們的機子 我們沒有無款耶 你也比較當情耶 我們的機子 兩支算五百啦 這抱歉 這一定要讓你自己出錢啦 我們不一樣無款耶 你要看喔 我們七月車要訂補紙有沒有 來 有跟你無款嗎 有 有 說那麼大聲 都沒有都比較大聲 沒有無款就沒有了 沒有對不對 我沒有跟你無款耶 一天他們就沒辦法這樣沒有耶 那怎麼有錢可以上去 他不會說 我們有時候這個機子啦 木子啦 這些錢流下來 就是在做這個啦 米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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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很太做了 一個政權要把它翻過去 都沒有人贏的人生命 沒有偉大嗎 用一支筆 美國也說了 美國歐巴巴也要在國防部 來找我們是跟他說 欸你們夭壽厲害 你用一支筆跟美國人 翻得多多多 一支筆就好 所以我跟他說一次 我沒有叫你去結婚 聽清楚 我在電視也公開說 我沒有叫你去革命 我沒有叫你去示威 我只拜託你比較激烈 用你的嘴 說給你四邊的人聽 如果不聽 放在旁邊去 換一個人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 那就一定要跟莫名人說 他不要聽 那是他的事 他的運也不會到那裡 他沒有那個名運 他沒有那個福氣來享受 那是他的事 所以我來講一次就是 我們今天在這裡受訓 我們要收受訓的 就要聽法律 離開法律 台灣死亡一條 不可以用感情 不可以用歷史 那都不行 但是台灣的問題非常複雜 我跟他說最簡單的 台灣中央情報局 1949年 六月找到公佈的秘密檔案裡面 很清楚 台灣的法律 仍然是被佔領中的領土 什麼人叫做什麼 日本天 那就是日俗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我們過去不算有二十三條 這麼簡單 跟我們全台灣人說 說有夠多次 說到六月了 又走進去 不是說我走進去 是你們那裡有的人 在我們裡面已經很高級 就走進去 所以你很長 長野兜 你們有看到一堆少年 你們有看到嗎 有看到那些少年的手 都有看到嗎 有人沒看到嗎 對對對 那些都很年輕 有嗎 我告訴你 那些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會委員 都年輕 現在這些少年 我們完成這次 高級版修憤醫 我們從來裡面逛出來 逛一些少年出來 參加政治局 一些少年參加事務局 事務局的主計 可以到四十五歲 政治局的主計 三十五歲以上 你會說 為什麼要分 不是要分 這主要是什麼 政治局的 這些少年 他們要用他們的頭腦 因為政治局就是 後面跟美國談判 所以政治局 我們中央 我們請一些美國 不是台灣的 美國人 白人 甚至也叫黑人 把他們尋找他們 跟他們說 這個做台灣的監督 後面要怎樣 要怎樣 還要帶進去 還要跟他們尋找如何談判 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們是很怕拼 一直一直走 兩千塊十年 九月七八 我們在美國 華盛頓 的四季飯店 辦一個集會 你有沒有看過 來 那個照片給你們看 那個 那個 那個做 在四季飯店辦的那個集會 你看看照片 我給你們看 給你們介紹一下 來 你看看 那個黑人 你看看 照片有嗎 那是CNN的主播 那主播 那不錯 那是這樣 上邊看 比較沒有黑大水 黑大水 現在本人看是很漂亮 我們那時候 排的代表 再來 你看看 那些假片 這裏 100個美國來參加 總共是白人 比較多 白人差不多 九十幾% 這個白人 不是普通的白人 你有沒有看到 在台灣 坦白說 在台灣你看到那個白人 坦白說 坦白說 不是說水準儘管 真的水準儘管 都在美國裡面 這個集會的一個辦法 美國的國安局 從我們去參加的八十幾個 八十幾個 八十個台灣人 集合 跟那些人這樣說 我美國 因為你們 林志昇頂兩百一百八個 來控告醫療 打掛 所以我美國 幫你辦這個集會 就是幫你宣布說 我今天開始 台灣民進府 有一條路讓你走 你只要這條路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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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這樣就行了 這樣 我們就是照美國的姿勢 一步一步走 四百年以來 台灣不要建立過 自己的主權的國家 第一次 所以你們在這裡 上課你坐在這裡 自己覺得自己很得意 四百年來 台灣人從來沒有建立過國家 從來沒有 所以頭一次在建立 我們自己的主權國家的時候 我們大家一定要怎樣 心裡面 不要這樣 過期那種 這樣臭屁 有時候我想說 我跟你說一句話 你嘴裡都變兩句話 我民進府答應你 幹什麼幹什麼 拜託 我如果沒有說的 你不能黑白大園 黑白大園 現在人家問 你民進府說怎麼 時間也沒有做 我們就要找我 我跟你說 我所說的都錄音 我沒有代言 就是沒有代言 所以你不能給他加油添醋 請我 我有說 台灣民進府執政 我們要發行贈台幣 贈台幣 一塊贈台幣 若是台灣人 一塊多一塊 就你的錢 你受過分的 你有台灣身份證 一塊多一塊 但是沒有台灣 四分證的人 四十萬多一塊 為什麼四十萬多一塊 我不是土委 1949年的六月十五 國民黨用一塊新台幣 幫我們換幾萬塊 那個叫台幣 你都知道嘛 四萬多 你還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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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人家說 我告訴你 有這裡 我正義在這裡 你有換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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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幾萬 四五十萬 你還換 五十塊 五十塊 現在 我給你一塊換一塊 他們四十萬換一塊 那有公平嗎 有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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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說的 所以不是我的意思 是你的意思 你有看嗎 喂 你有看嗎 四萬塊 給我們換一塊 我們現在四十萬換一塊 意思是說 含著四十元都算你 所以我跟你說 現在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還是負責的人 他說他不要來 叫他不要來 沒關係 如果沒有辦法 這證 我們這證 如果沒有四十萬換一塊 我投資給你做多少 好嗎 好 好 但是我 不要這樣言文 我會說 他八十六歲 他八十六歲 好 不用擔心 沒有 沒有 我都跟你說過了 我們有受過分的 有申請新聞證的 我們可以用一塊換一塊的 增台幣 怎麼不 怎麼 對不起 我們有受完訓的 你有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的 你可以用一塊錢的新台幣 跟我們民政府換一塊錢的增台幣 可是你沒有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你必須要用 新台幣四十萬換我們一塊錢的增台幣 這樣清楚嗎 清楚 嗯 所以我告訴各位 你們來這裡受信都貪掉 你知道嗎 但是 但是請注意 你們不能替你的朋友換 如果你替你的朋友換 被抓到 處 任何 就是 嗜同 貪污 貪污的話 處 死刑 很清楚喔 啊你如果換的錢 超過某一個限度 我們會要求你提供證明 證明說這個錢是你的 我們沒有規定多少 但是如果我們認為 你這個人平坦 這麼節省 怎麼會一下子拿出幾億出來 那肯定有問題嘛 你拿出證明來 好沒關係拿出證明來 所以 銀行貸款也是要高啊 怎麼也不用高 但是你台灣人的話 你可以用四十萬 用一塊錢給他換回去啊 這邊沒辦法啦 台灣人比我還要聰明的啦 好了這是題外話 這是題外話 今天下午三點半我們要結束 所以呢 你的行李 你如果有行李的話 事先去把它整理好 拍照是一定要拍照的 你哪沒有跟上拍照的時間 下一期十六月的時候 你要來補拍照 到時候你說我有受訓 你要證明有相片 另外有一個畢業證書 你們的畢業證書 我們會交給州長 你是哪一個州 就找州長拿你的畢業證書 因為州長要看看你的臉 長得像什麼樣子 這樣子才可以 所以你們的畢業證書 你們的畢業證書 我們交給州長 或者交給主席 高砂族的主席 高砂的同胞啊 我們有特別的優待 在一百二十萬人以前啊 是高砂族互相結婚以後 每一個小孩子 我們補助一百萬台幣 你們拍什麼手啊 沒有啦 不是正台幣 按照那個台幣的那種譜法 到一百二十萬人為 高砂族現在剩下幾萬你知道嗎 五十一萬而已 本來有一百二十萬 在日本要離開台灣的時候 為什麼剩下五十一萬 因為國民黨利用各種方式 將高砂族消滅掉了 所以呢 我們覺得說高砂族 對台灣的貢獻是很大的 特別是當時高砂族 有一個義勇軍 去幫日本天王去作戰 到南洋去 所以在現在高砂族 很多的他們的英靈啊 在靖國神社裡面啊 有很崇高的地位 那這些人呢 我們認為說 我們要幫忙高砂族 恢復他們的一百二十萬 所以等到我們一執政以後 高砂族同胞 如果他們結婚 我們政府就補給一百萬 就是以現在的那個幣子來講 以一百萬 到同時以後啊 所有的人念書 都不用再花錢 特別是念大學 有一個助學貸款 我們一執政以後 助學貸款的錢不用還 再講一遍 現在你的孩子 如果在念大學 有助學貸款的 我們一執政很快 一年到兩年一執政 這個錢我們一筆勾銷 不用還 你說好不好 我們台灣民政府一定下定決心 我們執政以後 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 限制於到博士 只要你肯念念書的話 我們都不要收錢 因為 台灣人 有的頭腦很好 但是沒有錢好 這方面政府要給你負擔 是不是這樣 這樣才對 過去 國民黨的時代 他在幫你偷偷補 在補助 中國人你都不知道 那個公務人員 有時候他註冊的時候 他交錢對不對 可是在後面 他又退給他 那個是不對的 從小學開始都是這樣 義務教育 什麼叫義務教育 是大家都免費 可是他們都不一樣 台灣人去高級 私底下再退錢給他們 這個都不對了 有很多的不對的措施 我們現在很多事 不能公開這樣講 因為我不想增加我們執政的困難 所以各位一定要體諒 你們要體諒 就是說 你一定要到我們的官網去看 到我們的官網 今天呢 我們官網有公佈一個 一個 我不曉得那個 我們官網是不是 那個已經貼出來了 我看看是不是可以貼出來 還沒有貼出來 還沒有貼出來 對對那個 註銷那個國籍 可能我下午上課 應該會貼出來 我要請他趕快貼出來 那個 那一件事情 我們已經有公開的一個聲明了 那個就是美國 答應讓我們台灣民政府發行 台灣的旅行證件的一個公文 但是這個公文他現在還沒有宣布 我估計要到9月8號 我們在美國開記者會 跟酒會以後才會宣布 所以呢 請大家好好的期待 好好期待 你放心 那個公文已經有了 我還沒有發給你們 我昨天都放在這裡忘掉了 發給大家 一個人一張就好了 在那邊把它放一點 這邊把它放一點 不是啊 放一點給它傳過去 你一邊 一張就好嗎 傳給後面 傳給後面 來 借我一下 我告訴各位 這一張最重要的 你們要念那個後面 有畫起來的部分 你反正持有 中華民國護照的遲照人 如果你自己認為 你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應該向內政部申請上司國籍 等到獲准上司國籍後 外交部就可以按照護照條例 把你原來的護照 把你取消 所以你一上司國籍的時候 因為還要填說 那你要申請哪一國的國籍 我們要申請日本台灣國籍 同時你有身分證的 我們就會發給你 我們的旅行證件 那請各位你們暫時不要辦 讓我先去辦 我會第一個帶頭去辦 等我辦好了 我拿著我們的 台灣政府的旅行證件 我會公佈 然後大家那個時候才開始申請 你說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這句 就是我們的副主席潘良華 潘良華這個董事 他跟我一起從事這個事情 已經從2006年到今天已經七年了 真的 我那個人去選高雄市市長 是選家的 主要是要求人做的去顧美國 潘良華我們的副主席 我們總當時有十幾個人 和我們這樣倒閉打招到驚訝 我們這些人都沒有理會 我們這些人還是 在今天還是存在 而且繼續在努力 所以我相信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一定能夠讓我們台灣人 獲得最幸福最快樂的日子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